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八卦一下,景百然说没把杨子当兄弟,吴某凡公司财产被申请保全。 心里是当下正在热播,在新的一期采访中,景百然说没把杨子当兄弟,都把他当妹妹宠了。 杨子真的有社交那啥的啊,跟他合作过的演员都挺玩得来,都是些称兄道弟的。 大部分演员还是挺友好的,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配合宣传的。 娱乐圈争名夺利的戏码层出不穷,两面三刀的人也不少,杨子算是其中少有的真性情之人了。 吴某凡公司的千万财产被申请保全了。 申请保全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? 防止转移财产,保证判决生效后可以有效执行。 说白了就是防止吴某凡转移财产的,等判决的时候该罚的就罚,该赔偿的就赔偿。 说实在话,出事这么久,吴某凡该转移的都转移完了,而且大部分应该是在国外。 这些年他赚的钱何止千万,剩下来的也就这么点了。 金子涵在月华的地位稍有提升,月华打算捧他了。 让他加入了新团,还稳战C位。 月华也是没办法了,原本孟美琪是个好苗子, 谁知道出了插足别人感情的绯闻,遭到网友抵制。 后来想捧吴转移,但吴转移也没有多大发展,形象不够好,造型和审美都完全不在线。 而且吴转移最近一直想往时尚靠拢,但效果甚微。 号称四千年美女的居静依最近一直在剧组拍戏。 上一部已经播完的《嘉南传》,因为他个人的妆容和服饰跟剧里面的人物都不搭,几乎要被网友们喷死。 那部剧他没讨好观众,反而是剧里面的中年组出圈了,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喜爱。 毕竟那部剧里面可是人人都喜欢的美姐姐啊,自带滤镜。 团队吸取了教训,说是造型已经有所改变,会尊重剧情需要,但其实还是老样子。 也就是服饰没有改变了一点,妆容依旧扮永久。 他为了遮掩耳后的突发,也是费尽心思了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